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些比较反共的媒体 有些亲中的媒体我都会看的 我订阅了大纪元和文汇报 我订阅了大纪元和文汇报 有些人挺好看的 是呀 有些人挺好看的 当然是old school 的 可能我们老派人会看得入眼 他当然不是核心的那些 但其实是纪元也是 好了 但是越看得多你越发觉 香港的报纸搞什么 包括我又看一些内地的网站 为什么你不报的呢 那些新闻 我们上星期也说过 我不要说什么失业 现在你知不知道我什么 青年安务院 现在在内地上 挺正的 青年安务院是什么呢 直接开来做生意 我想很快会被掩蓋的 即是由18岁到80岁 不是 但是 所以你手里千多元 很便宜的 就包你吃 是吃粗糧的 但是现在的青年人 莫屌 喂 找不到东西做 那么便宜 又可以 啊 啊 就是总而言之 你又不想 你又不想着 有什么东西吃 但是生活需要你几个水 千多元可以一个月 嗯 他们那些年轻人 是不想着找东西做 或者找不到东西做的 嗯 他说如果出去做外卖小哥 我分分钟给你十个桶两刀 就大糟了 OK 是吧 就是 其实这个情况是很严重的 在大陆这个问题 那我们也不要说什么 什么台海南海那些不说 是吧 又或者国际局势不断选举 我都不知道原来伊朗也有选举 是啊 那法国又有选举 今年周围也有选举 都说不要紧要的 他们选到 即是一样他们选到 现在预计 就交赢了 就现在预计呢 这些叫民主 总之他们选到民主 就是整个说哈马斯 不是恐怖禁止 是啊 那个 是 很大机会 现在看下去 现在看下去 对的 找到共产家 不是对的 我觉得没所谓的 他给一些抵有这些 不是对的 对的 老实讲 你去到客家占地主 是吧 喂 你去到别人的地方 虽然说是种族大用路 你恶人过人的 为福利又照朗 我见到别人的教堂大些 又不抵得 不紧要的 是吧 我是法国的兄弟很简单 喂 我坐狼狗 我跟你做 引狼入室 是吧 是吧 其实有时我觉得 就是这些是要找数的 极多说是 譬如你说要帮他们 叫他们很凄凉 OK 我不跟你争拗了 你们自己选出来的嘛 政府 喂 但是在做事上面 是不是都有一些 就是你都 喂 有些要make sense 是吧 你大爱他 他不大爱你 就是这么简单 他有提示回来的 LGBTQ 提示回来的白人 喂 现在他们有些 讲到明的 讲到明的 终于有一天 他们只能讲完 喂 还有十二十年 我们生了多人过去 我们赢了他 踢他们走 他讲到这样 那你怎样 那你怎样 不是不紧要的 OK的 对的 所以现在看上去 意大利反而有些希望 就是 你没有办法的 就是你说 这个世界上是钟摆的 但是 你现在问题 那些人这么狠狠呢 一段时间 一段长时间 譬如我们香港 这么多人过去 帮不帮到手呢 中小型企业 我觉得绝对没问题 香港一定没问题 但是英国 现在本身 这个大环境 不是你 可以扭转到的 公党搞 保守党很坏 公党还可以 一定是 不用说的 但是你都明白 这十几年来 你结果 你保守党 一事无情底下 他基本上 我不知道 你可能 你始终有张国有上乘 如果不是你有第三党 第四党 第五党 有人出来就转了 现在英国是这样的形势 那你现在 这样搞法 就是我们 世界这么乱 香港又这么热 那我想想一下 就是 都是香港好 就是你相对底下 可以去中华 虽然 我 买回大陆 都没问题 回大陆是OK的 就是你不介意 吃地溝油 我也是要 坚决地说 你不会去一间餐厅 餐餐都是地溝油的 那你当一半 吃一多没东西 我这些餐厅 旁边都用 我为什么不用 喂 你不够 你不够 不够 还没有生意 不是 你没有东西 有人拿油给你便宜的 喂 可以不可以 老板你试一下 试一下 OK的 咦 差点东西 一样黄金黄脆 喂 关人想事 是吧 不要说 不要说大陆 香港都会 一定会的 这个 你竞争条件不够 好了 那没所谓的 昨天我看了两部电影 其实三部电影 有这么多 是啊 本来应该三部电影 都是在电影院看 就不到时间 变成两部电影 一部电影 都在家里 我都会讲一下 首先讲一下波 事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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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 求神拜佛 求神拜佛 西班牙一定要对立法国 荷兰一定要对立英格兰 但是这个 虽然我是英格兰的涌等 我实际太阳奔走 你知不知道 其实我不是常常想罵英格兰 你说如果 修夫基真的用一个 这样的战术 去入倒四强 入倒决赛 甚至乎也要买 那我拍难手掌 但是很明显 他不是 他真的是虎虎的 你下下计算到 你落后先 然后可以反击到 这么巧 最后一秒就 刀刮金勾 看得到万分 对吧 喂 你踢得不太重要 他很贵战术 正理就踢球看球 你踢得不太重要 我踢这样踢 然后就是这样打反击 但是英格兰我看得到五场球 他没有方法 他不是想着这样打反击 他没有方法 还有 你看看他最后的仆益就是 一追和 你能够实际远石 立即就 你又贵战术 不贵战术 那你想怎样啊 大哥 你射十二码 索够硬人的 是不是想着这样 是吧 喂 你上次 十六强 你一比一之后 那么加时 就立即抵入一球 还有成二十七八分钟 就很贵战术 你这么有信心 别人进不了你 真是很可恨 那你发觉就更加了 哎 喂 法国我也是不知道他打什么 老实说 如果计点数呢 计点数呢 那一天葡萄牙还会好 他这么丁 都是坏的 对吧 那结果呢 喏 一队呢 法国 打五场球 入那球十二码 接着两球人来乌龙波 这个英格兰就更败 正正式式是赢了一场而已 第一就是头场赢 赛尔维亚 接着呢 和荷兰 和斯诺文尼亚 九十分钟 再和斯诺文尼亚 又和这个 赛尔维亚 赛尔维亚 那当然你可以说 喂不是哦 十二码赢 或者二比一哦 你当是胜仗 那我计交十分钟 但是现在随时 看表现呢 喂 其实那天呢 土如其真是很厉害的 是啊 真的真是真啊 你想想坚弃啊 这些书呢 我都拍手掌的 就算尽尾仔去给人 给荷兰 二比一追和 都拍手掌 人家真的 喂 踢到尽给你看 大佬,足球,是吧? 那你荷蘭,事實上,這兩天都是 所以我經常說, 足球呢,現在雖然說無封陣,無封陣 你說無封陣,萬成這樣, 那早兩年就買了誰回來 就是買夏蘭特回來,是吧? 一對球,你看荷蘭, 你有個高大衝鋒,他就自然有用的 這些都可以談的,這麼多年都是的 你有個高大衝鋒,他不直接入球都好, 他做了很多事情,現在呢, 那個叫什麼,韋斯特不知什麼 就是上次梅開爾道那個, 對,對,對,什麼, 在踢皇馬,他 那個後衛叫什麼名字的高佬,我不記得了 你什麼,韋不夠,知道什麼 但是他上次呢, 對著白人,已經梅開爾道了 作用非常大, 荷蘭對英格蘭呢, 你看一個款式, 你看一個款式, 就好像, 韋何師好, 就好像, 荷蘭,會高一點, 但真的好,波不如好運, 波真是一場場的, 可能法國都已經可以了, 不是啊, 法國,你贏的西班牙都不奇怪, 你算球底,他不會去蝕你的嘛, 學房不差, 學房不差的, 他算球底不會去蝕你的, 不會去蝕你的, 是吧, 喂,就算西班牙, 他略高於德國也好, 喂,都是差一些, 喂,一把十九分鐘啊, 才頂入啊, 都是差一些十二碼, 你又不知道六死誰守呢, 所以足球是非常之這麼近的, 其實真的這麼久了, 但是, 我覺得, 機會不小, 我發覺他已經很難, 真是個決賽, 是啊,不小啊, 正啊, 可以復活, 喂, 但是,喂, 這樣說啊, 你又很難說啊, 可能到時候打一場很精彩的球給你看, 你又不知道, 那你現在撇開啦, 你真是, 老實講, 就算你是十年後, 二十年後, 又或者你換了人之後, 繼續入不到八強, 十六強呢, 你的人不盡力, 因為你審議成績來說, 收府肌真的很好啊, 你真是極人氣啊, 世界杯又入四強, 八強, 說輸都是輸給法國而已, 喂, 歐國杯又入決賽, 又入四強, 好了, 然後那個什麼, 歐國聯啊, 是不是贏過了呢? 沒有, 沒有, 即是入決賽還是怎樣的呢? 好像也沒有, 第三, 第三, 那個人說什麼, 不是啊, 好像入過決賽, 第三、第二, 不知道什麼, 第一次就是第三, 世界杯, 跟著就是歐洲國家杯, 第二, 拍上的世界杯, 比如說他應該是第一, 三、二、一嘛, 結果就是八強, 今次一啊, 唉, 真是難說, 這樣讓你拿一, 你真是, 真是希望他這兩場, 比如準決賽, 或者決賽兩場, 踢回好球, 那你就會忘記了, 是吧? 很難說的, 屌的, 我覺得呢, 他如果呢, 收府肌和球員說, 既然我們去到這裡了, 我又這樣被人丟, 你們又被人丟, 我們做好防務, 你們遲免呢, 鬆一點去踢, 其實呢, 那天呢, 真是慘了, 踢得這麼厲害, 已經比較好一點了, 都是, 都是比較好一點, 因為多了什麼, 水晶工徒的什麼名字, 什麼名字啊, 那些人, 什麼詩啊, 是啊, 那些人, 那些人就生一點了, 我也不明白, 其實很清楚看到的, 啊, 那個什麼, 汽車仔那個什麼, 鵬馬, 是啊, 他一出來去沽波呢, 他又生一點的啊, 那麼東來那些, 為什麼不早會用呢, 為什麼你, 譬如你, 阿哈選擇來好像狀態不是太夠的, 就是不用的啊, 或者一格都可以, 他也可以啊, 會有很多, 很多鎮壓, 結果你又是用這些11個, 又是打烏龜戰術, 你真的被你吹順仗, 好了, 好了,今天有個專訪訪問這個簡啟恩 簡啟恩何許人也呢,香港警務處副處長 他就出來說,主要都是說國安條例和市民遊行示威等等 或者香港是不是一個間諜之都等等的東西 我都豁然開朗,之前呢,或者我們要這樣想 他的訪問都是坦誠的,我們就知道他們這一班官想的東西跟我們真的不同 上個禮拜有林定國就說,搞經濟行先就不代表不搞政改 不過政改要看時勢,即是沒有說話 即是起碼你要讓我們覺得是經濟行先 那經濟有沒有行先到呢,老實說 今天有些,我記上來想著在那裏下廣告 那我都說,行了,沒有問題,絕對沒有問題 大家互相幫忙,因為基本上已經去到一個 真是大家在等收皮的環境 香港 街坊那些商場 好些的 譬如我昨晚在荷里活 跟著我又去到 沙田生城市 好些,但好些的好呢 跟以前那種盛況都很不同 人外人外,那你就看有沒有賣東西 看有沒有袋 你可以說天氣熱,可以說那些人不相消費 你可以有一千個理由,可以說日本很便宜 那些人去日本買 但是不是去到這樣呢 我經常,我最喜歡看食事 嘩 真是,你知道吧 我這條人當然不是火鍋 當然是那些碟頭飯 那類的 或者我講的那個 香港最好的餐廳 紅磡那裏蒸魚 嘩,那些火鍋我真的很牛底 是吧 真的,我特地 尤其是走過類似大南街 左敦道,那些不要響名 響名的傷感情 他一晚頂籠 我望見,望極,都是兩三張桌子 星期六那些好些 而且現在我們的經驗只有一輪 你不像以前六點幾開波 八點幾一輪 分間十一點都中一輪 吃宵夜去火鍋 以前 那你怎麼搞呢 捱得到多久呢 好了 那特區政府呢 是毫無政策 在這裏等 我們現在在這裏等 但是等運動 我不說等死 等個事自然會好 唉,我真的不知怎樣 我真的不知可以怎樣 那,我想有很多網友 近來呢,我不說回大陸 都有出行過一下 我不管你去日本也好 英國也好 馬拉也好 台灣也好 你看人家的市面 和香港的市面 看數據呢 別人都沒有 真是Fully recover的 還沒有 但是還沒有 像香港那樣 你的消貨數 是按年低減的 二十個巴仙 那裏真是很大件事 十個巴仙 好了 繼續說國安法 那麼 簡啟恩呢 他說呢 在港青港楚 那裏屌市 他說現在香港原來還有三大風險 影響著 他說呢 是 國安法立後 街頭暴亂 大減 甚至消聲匿跡 但是 國安風險 不是這麼簡單的 那麼 我們整個說 有什麼國安風險 有三大風險 第一 就是 美西方的干預 什麼叫美西方干預呢 不停遮住 法庭審訊 警方拘捕 等不同方式去試圖圍堵 國家 揭制國家的發展 那麼你香港做這些事情 即是說 包括現在你們所謂的那些行動 是不能夠改變美國的西方干預的 反而就是 你越做這些事情就越有藉口給它干預你 你是不是應該不要做那麼多 你們所謂的這樣的制 別人指你那些什麼濫捕的那些呢 好了 軟對抗 什麼叫軟對抗呢 軟對抗呢 就是打插邊球 假消息 假新聞微妖言惑眾 令人潛移密化 在找到適當的時機 就可能會煽動一些人出來搞事的 那我真的不知道他講什麼 你人家要抓得不多 如果有假消息 假新聞的 那你快點 假新聞發 為什麼你不行 那時候 快點拉文匯報 文匯報很多 是啊 那為什麼 他們適當時機 還有本土恐怖主義 本土恐怖主義講什麼 我講來講去 就是 七一次警案 原來七一次警案是恐怖主義 我都認為是 無差別 那個梁令傑 無差別 梁令傑 梁令傑 如果講到無差別的 721 是不是本土恐怖主義 就是 831 是不是本土恐怖主義 就是 如果你的 definition 就是這樣 一上去就是這樣噴 喂 真是無差別 還可以 還要去做第二包 那是什麼事呢 跟著是說 幾人一起買一張軍訓 製造炸彈 你講來講去就是講這些 那現在是不是事實上是這麼多呢 每天打開報紙 你也是在講這些 市民的心已經沒有了 我們已經放下了 你給我們的感覺 美國是什麼呢 又是沒有那樣就講那樣 有一就講到三 去 justify 去兼顧你們的存在價值 沒有人說你沒有存在價值 但是做事 甚至乎政治部 也好 英國佬以前 或者是國安公署 是否可以低調些呢 你講出來 別人都未必認同你 所以你說呢 每年的七八九十月 最多人走 真是你真是無辦法 真是走回小孩 開學 他說 記者就問 其實你這樣講這些 我們很難理解 他先講一個例子 他說遠對抗的特點就是 表面看起來好像沒有犯法 簡啟恩 簡Sir 犯法就是犯法 沒有犯法就是沒有犯法 OK 所以你執法不了 因為你現在沒有 因為你是遠對抗的 那你立法 立法去對付遠對抗 又是你鄧炳強自己 講一講一講 又沒有想到一件事情 好了 他說好像羊村繪本 黃色市集等等 售賣煽動物品 甚至售賣港獨的書籍 或者T書 實際上就是煽動 喏 如果你認為這是煽動 這是有具體動作的 嗯 這個不是遠對抗的 你以為他煽動最承認 現在我們問來問去 包括記者問 什麼為之遠對抗 好像沒有犯法 就沒有犯法 好嗎 好了 好了 他說呢 接著記者說不明白 他說不是 其實你很容易看到的 你最重要是看 那些人有沒有意圖 他令人憎恨政權 或者行政機關 有這個意圖 明顯是惡意 鬥鬥轉轉 浪費我時間 講來講去 一大段新聞 都是解決不了 我們市民的問題 嗯 他說 譬如遊行上街 又或者批評政府 遊行上街 你是表達訴求的 去多少次都沒有問題 至於你說批評政府 喂 罵都沒有問題 是林鄭國華的 啊 最主要你沒有惡意 喂 那個惡意是怎麼定 到現在沒有人回答到我們 喂 我現在 喂 覺得你們這麼想賓州 屌你有沒有一九九 然後我屌糕你 有人因此而 哇 是呀 被你哥說得對 屌你他們好賓州啊 那我是不是煽動了他們 都沒有人講得明白 你們低調一些 做事行不行 但是低調到最終看不到 那裡慘了嘛 那我不覺得聲官 嗯 就是這麼簡單 有什麼複雜呢 是吧 好了 有記者問 喂 有很多人 出遊行 國安公署找他們 找完他們之後 就不搞了 簡啟恩就說 喂 因為 無論在2019年之前或之後 警方從來都是 會跟主辦者溝通 了解目的行動 他就了解一下 天經地議 合情合法 他反而見到很多人 想這件事情 妖魔化 就說國安找完他們 他們就廢事搞了 塑造自己成為受害者 被打壓的一群 簡啟恩認為他可能別有用心 他說國安人處理人員 從來都不會勸阻 那些人不去進行某些 遊行示威活動 老實說 我不知道相信誰好 但是你無論如何 有國安公署的人不找我 你關心我 喂 我當然害怕 以前那個是 警察公共關係科 對不對 是梁大使來的 我怎麼可以幫你搞好些 現在你不是 喂 喂 國安公署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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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這件事 他們呢 其實是吸收過之前的那些事情 我相信他們都吸收過之前被人吵 沒有人那麼蠢不會吸收的 嗯 但是有些事情他們真的沒有想到 譬如 他這個 Joanne在英國上星期已經剪出了他的相片 人家只是用那個size的震撼 是跟食物圓大或甚至大 一些事情呢 去到某個size 是顯現了一種荒謬的感 但是荒謬也是一種藝術感來的 嗯 你於是負責 你就好學不學 他說其實我們有些都十幾米 會十幾米跟別人吵 你想想到一個百米就是兩件事 你說蒙面超人同吵 銜板超人同不同呢 那些都不重要 但是更多的吵 小人國那些差不多 就等於一隻鴨出去鴨 吵大隻 吵大隻 你這樣哪有個氣勢 你一隻普通鴨就普通鴨 我家裡有幾隻 有幾隻 好了 吵大隻 我不知道是黑病道還是什麼 你說微調 那些東西本身又做得不靚 真的沒那麼靚 沒那麼幼細 都算真數 吵大隻 燈光是古靈精怪 又不認巢 然後還說別人不要活在網絡世界 你真的串嘴得很厲害 你又說Grace 真的說真的 你真是黑病道 香港 搞 沒什麼事情可以搞的 嗯 最能幫到香港的就是 那些官員出小句聲 抄小一點 派 再不是 你說真的 派到沒得派 其實你 不要說什麼 你派一下消費券 都會刺激到 嗯 但是怎麼派呢 又想錢了 不斷輸 嗯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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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會兒 待會兒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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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搭開 夠了 好啊